长河直昭花意气 谷中被尿别孤地 港山沉盛你叫名 美德普照大地 我未淡数水中仙 古酒飘泡惟见面 苍生只待你一笑 百花千里露鸿鱼 连世中断长梦 故影天似同眉空 连世花半生好尽哀未浓 情难去断肠里 远抄逝要退未退 连世花脚身往复逐流水 明眸若雪仍单身 空山沉如沾遮吻 今朝识别你一笑 狡生死亚独猥痕 风遮吻 荒草也不也恨 荒补 好 后裔你们不要再为我落神而打了 荒博后裔落神 你们身为天神竟然因为难欢女爱而互相杀戮 实在有失天神的体统 天帝 何博却有落神如此娇气 竟不懂珍惜 不但与水族女神私通 还要民间年年向闺女做心腹 后裔才出手惩治 天帝 后裔血口喷人 根本就是落神不守妇道 而后裔也起因心 才会有如此丑事 不是啊 天帝 落神虽然因为寂寞 而对后裔动了情心 但是我们只有神交 绝无苟且 落神 你罔动情心就是罪魁祸首 如今贬地下凡受尽生老病死之苦 小姐 你又做那个落神的梦了 不知道为什么 每一次看怀男子 我都会做同一个梦 不知道有什么启示呢 小姐 那你这次有没有看清楚 究竟是何博英俊呢 还是后裔潇洒一点呢 又禅 这还用问吗 论英俊潇洒 当然是袁绍之子袁夕了 简直是当时青年才俊 不然怎么会得到福尔垂青 选为准夫婿呢 娘 要是被外人听见这些话 就会认为您太夸奖福尔了 小姐 你放心吧 整个夜晨都知道 夫人怀小姐之时 落神入梦 像是说 小姐的命格是贵不可言 嫁的夫婿呢 当然也是最好的了 这也是当然的了 如果将福尔跟采玉相比啊 无论命格跟相格 都比她强几十倍啊 不提起这个采玉还好 一提起她我就有气 一进门呢就客死你大哥 其实大嫂她很娴熟 你看 除了别院之外 爹和大哥的坟墓 她也打理得井井有条 这次祭祖的事 样样都办得很妥当 当然了 也是因为娘您教导有方了 那倒是 我确实花了很多功夫教她 娘 时候不早了 我们该启程回府了 婷婷啊 你肚子还疼吗 娘 还有点疼 只有福尔才说你这个嫂子好 你又给女儿吃什么了 想早点回去都不行 娘 大家休息一下也好 大嫂 去帮婷婷擦点药油吧 走吧 婷婷 这里啊 虽然是援军管辖之地 但是我还是怕有山贼嘛 娘 娘 草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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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事啊 草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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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千万别让我说中了 有山贼啊 刚才我在树林里小姐 在树丛中看见有两个 猎户打扮的人 原来他们是从许都来的士兵 还说不可以让夏侯将军久等啊 夏侯将军 难道就是曹操麾下的大将夏侯渊 这就惨了 曹军跟援军是死对头 我们是援军的至亲 他们不会放过我们的 还是走位上进 怎么走啊 有老有少的 不行啊 我们赶快把今天手势全都藏起来 把脸上擦上泥巴 装求人 不用了 娘 曹军出名很多 想要平安无事 把最贵重和最好的衣室全都穿在身上 开箱子 开箱子 快把箱子全打开 开箱子 快点 快点 夏侯将军 想不到在这儿见到大家 我是汴夫人的外甥女贞福 当日在曹府做客的时候 曾经见过将军一次 一年没见了 将军的雄风依然不解 这位小姐 我看你认错人了 怎么会呢 当日司空大人 会比写游军山的时候 真福正在遗仗身旁摸摸 金街玉为堂 枝草生殿旁 东西乡客满堂 主人当行商 作者常寿聚和秧 这段诗福儿真的很喜欢 所以特意写在了团膳之上 要不请将军带回去呈给仪仗 让仪仗看看我的字 有没有进步 好 在下有事在身 先行告辞 希望能在许都再见 告辞 下活将军 真福差点忘了 还有这条玉项链 有劳将军带回去给姨妈 末将未知小姐还要去哪里 真福刚刚拜完仙父 希望可以在入夜之前赶回家中 路途崎岖 不知道小姐 需不需要末将护送呢 不敢有劳了 有夏侯将军在附近 就算有山贼 谅他们也不敢作恶 就此拜别 请了 福儿啊 幸好你够机警 瞒过了曹军 这次没事全凭爹庇佑 但是曹军在夜城附近出现 恐怕他们会攻打夜城 不会吧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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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叫花子真臭 把他们赶走快点 又馋把他们赶走 让开 快点 让开 快点 娘 我看他们可能是太烂了 把那些糕点和国品分给他们吃 好吧 快点分给他们吃吧 臭死了 让他们快走吧 快给他们吃了 把他们赶走 我东西吃了 来来来来 快给我 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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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肚子饿 你快点吃吧 这位女子真有孝心 谢谢你小姐 谢谢 原来不是两母女 在这种环境之下 还这么有善心 真是难得 真是难得 给我 你还给我 给我 我要吃 我要吃 你快点还给我 给我 去死吧你 拿来 阿管 阿力 拉开那个人 拿来 给我 给我 放开 你的心力这么好 不应该有这种恶报 小莲啊 干嘛要对那个药犯得那么好 不行啊 小医 小姐吩咐的 她那么精明 我们骗不了她的 我们给你加水了 我们的家业全都在这儿 如果曹军打来了 我们怎么办呢 哎呀 怎么办呢 糟了糟了 夫人小姐 干什么呀 大惊小怪 刚刚带回来的那个件花子呢 她身上长得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呀 长什么东西啊 姐姐好恶心啊 哎呀 怎么搞的快去看看 怎么这么麻烦啊 小姐 走了 小姐 什么事啊 不得了了 原来刚才我们带回来的那个女子呢 她的来历不简单啊 哎呀 你说她是不是疯子呢 这么大热的天 你盖着被子干什么 掀开吧 你盖着这么严 一定要问题 掀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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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掀开啊 掀开啊 长得什么呀 怎么全身都是 脚伤也有 马上叫人把她抬走 不能留在这里 不要 我求求你 不要 她不走的话 就把她绑走 让开 你们不能留在这里啊 未经通传不得擅闯 哎 到底谁这么无礼啊 老夫是童笛侯 有人报信 说你们收留了我家婢女郭轩 我要你们立刻交人 否则 老夫必定追究 侯爷无需动气 我们都是讲道理之人 是啊 我家三妹将嫁于幽州刺史 元希为父 大家都是有身份的人 有事慢慢商量嘛 这张是郭轩的卖身器 我求求你们 不要赶我走 我求求你们 求你们了 求你们了 郭轩 本侯爷带你不跑 你竟然要逃走 实在是不知好歹 我宁愿死 也不许嫁给侯爷为妾 夫人 小姐 侯爷夫人她心肠毒辣 每个七十进门不够半年 就被她害死了 你胡说 侯爷你年纪七十 瘦数将近 住嘴 你竟敢恶毒诅咒笨侯爷 看来你这个婢女够厉害的 当初我们不知道她是侯爷的人 才收留她的 如今当然就给侯爷处置了 是啊是啊 你把她带回去吧 带回去吧 是啊 是啊 小姐 你做个好心人 别让他们把我带走 我求求你 不行 留你在这儿会祸及我权利 算你们是食物 抬走 是 侯爷 看来你要请个名医了 不过以侯爷的财力和面子 一定会找到一位好大夫 医治他身上的麻风 麻风 麻风 本侯爷 没那么容易被你们吓着的 好 是啊 侯爷 你快点把她抬走吧 侯爷是言出必行的人 不会把这么可怜的婢女扔下不管的 抬走 快把她用过的被子全扔了 她摸过的地方要用开水烫啊 快去快去 哎 停 把她扔在这儿 让她自生自灭 过去 你有今天的下场是你自作孽 我告诉你 从今之后 你的生死与本侯爷无关 走 走 小姐 我不会怪你的 我不想死无丧生气的 我不想传染给别人 难免得这么为人设计 佑辰 是 小姐 你用不着害怕 你身上长得不是麻风 是水痘 我只想吓走童笛后 如果不这样 她怎么会撕烂你的脉身器 她以后再也不会缠离你了 谢谢你 阿小姐 我的命是你救回来的 谢谢你 谢谢你 你不要再说了 先扶她回府吧 是 来 来 好 小心 小心 三弟 三弟 大哥 二哥 子稷命不久矣 不会了 叫大夫 是二哥不好 是二哥太鲁莽 如果二哥 能够为子稷 复诗一首 那我就心满意足了 在这个时候还念什么诗啊 谁负责打扫庭院的 我要把他板门抄着 来人 大哥 三弟 我身上有一件犀牛皮甲 并无受伤 你不需要担忧 三弟 二哥被你吓死了 幸好有这件犀牛甲 这件犀牛甲 是爹以前收的贡品 爹刚刚赐给我的 简文细密 管事真品 大哥你喜欢的话 我转送给你 不行 这怎么行啊 你收下吧 你经常要征战沙场 送这件犀牛甲给你 就等于宝剑赠英雄 好 爹 好好好 你们的确可以做到 胸有弟功 子稷 既然你将犀牛甲赠于紫环 那么为父就将这支鸣笛剑 赐给你 这支就是吴华人的神剑 不错 这支剑无坚不摧 再配上子剑的剑法 就更加相得益彰了 三弟 子剑 爹 这支剑 是当年匈奴王莫顿 弑父夺为用的 实在是不忠 不孝不祥之物 他不可以再留在我们曹家 好啊 曹家子弟各个仁义 今日赠甲折剑之德行 实在比孔荣让离 更值得传送于世啊 参见大人 夏侯将军求见 大人 袁绍死后 袁尚连同袁夕 与袁坛争夺大位 所以叶城的防守松懈 要攻进去实在是大好良机 从来都是欲棒相争 愚人得利 我们就准备做一个 大获全胜的渔夫吧 爹 紫桓运作先锋 为爹进攻立业 爹 紫桓也要上至杀敌 爹 还有紫剑呢 你答应过我 如果再有战事 你就让我参见出战的 就算要打仗 也得吃饭了 娘 参见扁夫人 大人 夏侯将军 是 你跟大人是同宗族的 自己人就不必多礼了 今日就以家宴 来款待将军吧 谢夫人 大人 各位可以一步入席了 夫人 末将日前 在夜城遇上真家小姐 幸好她认得我 所以才没有冒犯 夫人的外甥女 她托我带这条珠链给夫人 我只有摧腹一个外甥女 信真的这个一定是假冒的 大人 此女子言之作作 还说大人写游军衫的时候 她在旁边默默 以致将诗句还写在扇子上 是和女子如此斗戴 一定要好好地教训她 真服 两年前 狗贼张绣投降之后 再世突袭 老夫连夜在徐黄的保护之下 逃离了她的魔掌 徐黄 怎么样 张公子曹王 已经血债身亡 大人 你怎么样 去哪里找大夫啊 她头痛成这样 你们可以用冷水替她尽头 也许可以减轻她的痛楚 你这个小女子懂什么 要我家老爷用冷水尽头 必染风寒 风寒可治 头痛致命 此时此地就只有这个方法才可以帮她 好吧 就依小姐之言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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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老夫还不知道这个女子是谁 后来经亲兵打探 才知道原来是故人之女 上菜县令真意的女儿 真服 那这位真小姐知不知道你的身份呢 当时匆匆而别 根本没机会跟她说什么 可惜啊 原来爹每次头疼发作都用冷水尽头 就是真服所教的方法 看来这个女子跟我们曹家挺有缘的 最难得的是 世间上竟然有如此才貌双全的女子 三弟 你近日连番失守啊 因为他神不守舍 三弟 你又打什么鬼主意呢 还是大哥了解我 江南有二桥和北真服俏 你们一定没听过吧 真服竟于大桥小桥齐名 三弟 你又没有夸大其词 我认为此等绝色美女乃祸国妖物 难道你忘了兄长曹昂是怎么死的了 如果当年不是爹对张旧大嫂起了色心 又怎么会激起她先强后反 所以此等绝色美女 根本不应该留在这世上 大哥你这么说就不对了 要知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真服她貌若天心才智过人 此等家人不亲眼见一次 实在是一生的遗憾 小姐 你看 柔绕萱 果然人如其名捐好绣角 萱萱是我的小名 出自太史功绩 此马相如传 听你的谈吐一定知书十里 怎么会再同帝侯家为婢呢 萱萱的曾祖本为太少 后来家到中落 为了炼葬我娘 只好卖身为婢 原来你是世幻之女 如果要你为婢实在太委屈你了 这样好了 你就替我整理文书 再教婷婷写字吧 谢谢小姐 稍后我就会出嫁 以后家中的事就有劳萱萱了 小姐你要出阁 以小姐的绝世资容 要何等英雄才配得上你呢 下雨了 快点啊 快点啊 快点 娘 二哥 你们干什么 夫人 二少爷 你说曹军就要攻打叶城了吗 我就买了千袋粮食 如果真的打起来我们不用怕了 三妹 全靠我认识人 才可以在附近的乡镇买到这么多粮食 不过我们又现有风生啊 萱萱 张河灾情怎么样你最清楚 最近连场暴雨 张河决堤 吴家可贵的灾民有成千上万 因为夜城复数 所以他们就到这儿来逃难 为什么人祸总是随着天灾而来 我们家中有这么多的粮食 而难民又会因为饥寒而起乱世 怀必其罪 恐怕曹军未到 我们已经被人抢劫一空了 啊 那怎么办呢 这批粮食不是我们家能够独享 上上之策 开仓赈灾 哎呀 我花了很多银子买的 娘 广街善园自有好报 否则不出三日 灾民一定来抢 啊 这 你看 有多少难民 三公子 千里迢迢到这里来 就是为了建的一个真符 这里可是原家老巢 要是不小心 那就会一筹莫展 一命呜呼 一死了之啊 你要是再啰嗦呢 我就把你一了百了 我决定的事情一定要做到 着啊 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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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兴粮食店做地勤锦 打了它的店 人家这就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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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加放放粮食 我们不用抢 一块去领就行了 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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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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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好队 排好队 不要急了啊 不要急了 天无权人之霸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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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给您 是 小姐 谢谢 真小姐 一个跟一个 排好队 排好队 不要抢啊 不要抢啊 兄弟 排好队 排好队 救救救啊 不要急啊 不要急啊 让开心 一个跟一个啊 不要急 靖辉 你扔些同权出去 你看这些人 别急啊 你怎么不往后扔啊 现在更乱了 不要急 哎呀 这里人真没有教养 福儿 这里太乱了 福小姐进去 进去吧 不要急 听见没有 不要急啊 好了 终于见到了真福 我们可以走了 不行 我还没看见他真如貌 怎么可以就此罢休啊 这盒酥饼是皇上遇赐给爹的 为了大人允许就擅自取食 似乎于理不合 杨主播 多谢二公子提点 不过我也是遵照大人的意思才拿的 杨主播 你说得一点也不错 二公子 大人在盒子上面写着一盒酥这三个字 意思就是 一人一口酥 我们又岂能辜负大人的美意呢 原来是爹打的哑谜 对了 杨主播 你来找我爹 我本来是约了三公子的 但是等了他半天也不见他踪影 担心他病了 所以过来看看 可是三弟并不在府中啊 也许三弟去了游山玩水 以施酒会友呢 他正是约了在下与他饮酒下棋 可是他很少施约的 那倒是 饮酒下棋 正是三弟的所爱 到底有什么重要事 他不负杨主播之约呢 江南有二桥 河北真服翘 难道这个就是所谓的美人魔力 你说他去了夜城 如果是的话 万一被援军识破了他的身份 那就非常危险了 军辉啊 你这次肯定没搞错吧 我千辛万苦 三个晚上没睡觉 才打听到他们今天来拜神 说真的 公子见到珍妇之后就得走了 知道了 你看看你 这是什么打扮呢 娘您不是说过吗 怕那民众有狂风浪跌 所以萱萱帮我打扮 现在我就跟又禅互换身份 我也是靠这招来保护自己的 沿途并没有人来打扰我 就凭你 珍妇人 来 来还神呐 妙住 我曾经在承皇老爷面前许过愿 如果我女儿能嫁到富贵人家 我就重妻今身以谢神恩 当然了 甄夫人得到了元熙这位好女婿 真是恭喜恭喜 财月啊 采玉啊 你盯着那些工匠刷金漆 所有的金粉啊 全是用真金膜的 以防他们手脚不干净吗 知道了 安人 来了 来了 小姐 坐 这位小姐是想问卦呢 还是册字 册字吧 就以小姐你的福字来册字身 好 看什么看 册个福字啊 福字 这个福字呢 是与福西式的福字相通的 相传她的女儿洛神 嫁给了何伯为妻 但是后来她与后裔生情 结果被天地贬下凡间 命运十分坎坷 所以这个福字 乃是不祥之字 小姐还是不宜用此字做名字了 那怎么办啊 先生你又如何知道 洛神下凡之后 得不到幸福呢 就算切为思罗 愿托乔木 也得乔木好 才可以托付 是啊 令何伯那么坏啊 是不值得为她受苦的 春秋 鲁哥大夫秋胡 年轻的时候 也是非常浪荡 她离开妻子多年 品行也不佳 但是她妻子 依然为她苦手 最后终于令她丈夫浪子回头 忠诚佳话 你又可知秋胡七苦手之时 日子是怎么过的 她心中的痛苦 你又可曾体会得到呢 怎么 自知学识不足 不会答了 小姐啊 这个才是解签呢 走吧 走吧 公子快走啊 快来人哪 抓住她呀 阿管阿力 不要再追了 算了 快跑啊 公子 信号没追嘞 人你也见过了 话你也说了 那个真福并不像传言中 那么天资国色 我们可以回喜都了吧 我还没看见真福的真面貌 怎么可以就此回去呢 不是吧 刚才你不是和那位小姐 说了一大堆 洛神后裔吗 那个怎么会是真福呢 她身边的那个丫鬟才是 啊 她呀 又是瘸子又是麻子 那些全都是假的 那我问你 你有没有见过一个大小姐 要听从丫鬟的主意 嗯 还有啊 洛神是水中仙子 在她的手帕上面 就绣着一朵水仙花 再说 一双那么灵巧的眼睛 又怎么会配在一个 那么丑的人的脸上呢 听起来好像有道理啊 所以我敢肯定 那个丫鬟 她是智慧与美貌 俱佳的真福 如果我没有见到 她的真面貌 我又岂回甘心呢 三公子 不管这次 能不能见到真福 我们一定得走了 因为盘颤已经用光了 买几只风筝 能用多少银子 请这些人放风筝 不用银子吗 你还说 包他们两顿饭 如果风筝 飞进真家呢 还有重赏 这要多少银子才够呢 静辉 难道有这么壮丽的场面 你就别这么计较了 如果真福看见了 他一定会欣赏的 到时候我就大功告成了 小姐 你看 风筝裙在我们的屋顶上面飞 一定是为小姐放的 外面这些狂风浪蝶 越来越猖狂了 上次那个什么 装什么解迁的 流血了 有啥快点扶我进去扶药啊 是 夫人 扶药啊 你也回房吧 不要理他们了 不行 我要通日元夕 让他派人来保护我们才行 美女妖妾贤 采桑其路间 柔条纷然染 落叶和翩翩 诗中话意清雅 这个人文采不俗 上款写着水中仙字 也就是传说中的落神伏击 也是指小姐你闺民的福字啊 下款是日下放歌 参天古桥 古桥 桥木又直又高 直木何成是 是一个直字 放歌乃是曲一雀 日在齐下 是一个曹字 曹植 竟然是那个明满天下的才子 公子 他们说天色将晚 要走了 那就明天再来放吧 我们没银子了 你是怎么搞的 为什么不多带点银子出来 我不知道公子会待这么久啊 那算了 我自己放 喂 你先别走 哦 原来你就是那个假的 姐先生先生 你不用再放了 我家小姐已经收到很多了 你是不是姓曹 不错 在下知道真小姐一定能够猜到 我只求与真小姐一叙 明日午时 你在烟波楼等吧 公子 一会儿千万不要叫名贵的韭菜 不然的话 没银子结账 公子就丢脸了 没关系啊 大不了把你留下来帮忙洗碗还账了 我 快快快 快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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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啊 快 想要犯质就抢啊 不想要死就跟着来 走啊 快啊 快去抢啊 快啊 快啊 不要 不要 快啊 快啊 快 快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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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鐵 看 大哥 沙鐵、沙鐵, 你不先走 好 好 大公子 大公子, 走 幸好沒有傷到金谷 過幾天就沒事了 我早就說了紅顏祸水 一有機會 我一定傷了這個真福 大哥, 其實不管真福的事 況且這次有驚無險 剛才啊, 幸虧大公子兒公子冒險趕來 要我說啊, 他們來的不是時候 要不然我就可以跟真福啊 促息長談了 如果讓爹知道, 你這麻煩了 三弟 以後不許你胡作妄為之了嗎 三弟 這次連二哥也不幫你了 我們知你身犯險地 我們來的時候不要多擔心 你們不用擔心 娘說過 說我有金龍胎印護身一定沒事 我說並不是什麼金龍 是一條書蟲才對 應該是一條色膽包天的著書蟲才對 哈哈哈哈 關於攻打夜城一事已經不屬妥當 元氏兄弟的鬥爭越來越激烈 天時地利再加上人和 我們必定可以馬到攻城 爹 此劍願當先鋒為大軍開路 哎 你並無實戰經驗 還是留在爹身邊作為參謀 至於武軍中郎將一支 就由你大哥跟夏侯將軍擔任 領命 嗯 子文 你負責押運糧草先行出發 但是千萬不可以掉以輕心 知道 大哥 剛才爹那麼用力拍你的傷口 你沒事吧 幸好我忍住沒叫出來 對了楊主布 多謝你剛才為我們隱瞞 哪裡哪裡 還望三公子以後多多幫忙 不要再讓我們擔心了 我忘了問爹關於徐將軍的調配 你們幾位先行 哦 元氏他們已經是強弩之末 這一仗我們一定會贏的 夏侯元 夜城一破 你務必要保護真服的安全 末將知道 又是那個真服 難明 叶城被困多时 袁夕带着大军 怎么这么久 还未能将曹军打退呢 只怪袁尚和袁坛两兄弟要争权 拥兵自重 才会分散兵力 令曹军有机可乘 他们为什么不念亲秦呢 明知袁二公子跟小姐 你正值大婚之旗 竟然不加援手 家里的食物就快没了 要是还不解困的话 那就不堪设想了 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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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军战备 袁夕已经撤军了 守城的将领也都弃城投降 叶城完了 大公子 袁夕已经退兵 叶城的守将也都投降了 夏侯渊那边情况怎么样 城西那边 还有一些残余的袁军在抵抗 所以夏侯将军还没有进城 好 我们一定要先夏侯将军进城 杀了那个祸国的身份 否则 此女子必不我吵架 这个袁夕真是岂有此理 即使撤军走 也带着我们走才行啊 就把我们扔在这儿了 可以及早知道他的真面目 应该庆幸没嫁给他 可曹军出了名的杀人不眨眼 就像上次宫眩习州一样 他们已经屠城了 你不要说了 福尔 你这么聪明 一定有办法救我们的 曹植 可惜太渺茫了 也不知道他有没有来 外面有兵荒马乱 小姐 让我去找他吧 找到他就有救了 不可以 太危险了 比在这儿做以待毕好啊 他这么聪明 不会有事的 那就事不宜迟 我去了 学姐 你拿着 如果找不到曹植的话 你有机会就逃生 小姐 就算我只有一口气 我也不会忘记你的救命之恩 这个玉佩 是我娘留给我的 她一直保我平安 你拿着她吧 不行 你说玉佩是保你平安的 现在这个时候 你就更需要她 嗯 夫人 夫人 后院着火了 还进来了一些人 这还得了 阿广他们呢 哎呀 快点 还不去找 去呀 我走了 小心哪 你快去快回啊 晚了就来不及了 大公子 大公子 臣服何在 说 在那里 就在前面 直走转右那个 榕树胡同里 下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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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k 何在 在那里 征服何在 征服在此 长河直昭化意气 谷中碑尿别孤地 港山沉盛你叫美 美得普照大地 我未淡数水中仙 古酒漂泊为见面 苍生只待你一笑 百花千里路红业 乱世中断长梦 故影片似痛未痛